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是以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 这是商业保险公司承担食品生产经营者 明示赔偿责任的一种保险 根据厦门市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方案 试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范围包括 年销售额在1000万元还以上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 大型商场批发企业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中央厨房 特大型餐饮服务单位 用餐人数在500人以上的学校食堂 年销售额在3000万元以上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批发经营企业 在这之中2017年9月 海仓区率先在辖区内部分学校幼儿园 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学生食物中毒后所需的治疗费用将予以补偿 这也是海仓区首次在校园中引读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那么据了解 海仓区共有101所学校 投保了校园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学校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可获单次最高50万元 累计400万元的赔偿 每年74800元的保费均由区教育局承担 不给师生及家长增添负担 那么校园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具体是怎么推广的 将给学校学生带来什么影响呢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到海仓区一所幼儿园去看一看 近日记者来到海仓区彼岸家育幼儿园 临近中午时分 在幼儿园的厨房里记者看到 厨师们正忙着切菜备料 准备着当天的午餐 据了解 这所幼儿园有600多名学生 每天在校有一正餐 两点心 两份水果的餐食 为保证小朋友每天吃到的食物 卫生可靠 从原材料把控到员工操作 园方都有一整套具体细则 在幼儿园里面食品安全是重中之重 因为它涉及到小朋友的身体健康 那在学校里面 我们把这个食品安全放在了首位 因为有了这食品安全 我们才能去谈教育 去年9月 海仓区率先在辖区内的部分学校 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资 按照所辖学校的再测人数统一投保 主要保障学校食堂和校园食品经营者 因疏忽过失 食品原材料存在安全隐患 第三者的故意等行为 导致学生食物中毒后 所需的治疗补偿费用 彼岸家育幼儿园就在这次投保范围内 每年的保险费由区教育局承担 不给师生及家长增加负担 通过保险 居民确了赔偿方 也使得赔偿款可以通过保险直接支付 可以更好地维护小朋友的合法潜意 帮助学校解决在食品安全事故处理上的困难 并且借力保险的投保 使得我们幼儿园在生产经营上 更加重视学校食品安全 投保后学校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可获单次最高50万元 累计400万元的赔偿 目前这些投保学校每年7万多元的保费 均由区教育局承担 我们认为校园饮食既有单次用餐人数多 风险隐患集中的特点 比较容易引发群体性食物中毒是这样 去年9月海商区市场监管局和海商区教育局 在辖区校园首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就是为了在校园食品安全保障上 再加一把安全手 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 我们能够快速的启动理赔跑险通道 而让孩子们少受一些损害 将食品安全损害降到最低的程度 可以让我们作为管理者尽下心来 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我们的食品安全管理 精细化上 让我们的每位小朋友 每一餐都能够吃到 卫生的 安全的 可靠的食品 下一步海仓拟定将为全区各级各类学校投保 进一步推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 进一步提升校园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发挥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风险管理 和经济补偿功能 提高校园食品安全事故 预防和救助水平 记者了解到除了海仓区之外 同安区也正积极推动学校食堂 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2017年12月 由同安区政府出资在天西中心小学 祥平中心幼儿园等18家中小学幼儿园食堂 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目前各个已投保学校食品安全运行状况良好 未发生食品安全纠纷等食品安全问题 今年武士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 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将投保企业风险等级与参保情况 保险费率水平等挂钩 运用责任限额 免赔额等手段 促使食品企业加强质量管理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机制 其实早在2016年 景美区就开始探索食品安全商业保险机制 主要依托餐饮自律行业协会率先在全市 发动辖区里数十家餐饮服务单位 参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工作 投保时间达两年 依照自律公约 加入集美区食品餐饮行业自律协会的企业 都必须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 作为协会的会长单位 老字号餐厅未有 自2016年协会成立之初 就按照协会要求 购买了食品安全责任险 对于因食品质量问题 导致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 由保险公司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除了集美的几家门店外 未有全市范围内 十一家门店都购买了食品安全责任险 首先的话就是能起到一个 我们餐厅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 那让我们更好的 去更严格的管理自我 而且可以让顾客更好的 更放心的去使用这一块 那变成就是一个双赢的 双赢的一个角色 不单单是因为购买保险而去行使这个 对于顾客来说 起到一个消费保障作用 自律协会成立之后 积极推进制度创新 在企业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的基础上 还探索和尝试实行 食品安全风险代偿基金 和先行赔付制度 进入协会的会员单位 必须先拿出一定保障金 建立风险代偿基金 一旦消费者在会员企业 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 协会将出面协调 消费双方达成协议后 启动先行赔付基金 先弥补消费者的一部分损失 咱们仅仅是旅游景点 也是旅游胜地 那我们当时的话就是说 考虑到顾客来集美消费 出了食品安全问题怎么办呢 他不可能出了食品安全问题之后 还要等很久 那我们就启动先行赔付基金 这块的 商家跟客人直接先谈 大概要赔多少钱 那我们先行赔付基金 这边直接添付掉 那再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话 直接介入跟保险公司调查 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消费者可以第一时间得到赔付 之后市场监管部门介入 追根溯源查找问题环节 进行行业追责 这样的机制可以促使行业食品经营者诚信经营 被消费者食品安全后续的快速处理提供了保障 追根溯源查找问题的环节 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的情况下边的话 我们才能知道说是谁的责任 那责任明确之后 保险公司启动理费程序 把赔的钱再直接到商家那边去 那商家的话 拿到这笔保险公司赔的钱之后 再返回到我们的基金里面去 关于今天的话题 在互动平台上有网友发来了留言 一起来关注 消费者如果遭遇了食品安全问题 有保险公司担责就可以尽快地得到赔付 食品安全责任险在实际上 就是运用了市场化的方式 防范和化解食品安全纠纷 缓解食品安全事件引发的社会矛盾 同时它也完善了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助力政府加快职能的转变 提升社会治理的水平 除了像食堂餐厅这样的固定用餐场所 现在我们也经常叫外卖 这一领域的食品安全问题 也是大家十分关注的 我觉得食品安全责任险 可以拓展到这一领域 为消费者更多一份保证 好的 感谢以上网友的参与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刚刚说过了食品安全意外险 其实如今各种门类的保险 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 比如说除了食品安全之外 看病就医也是大伙特别关心的事 患者手术过程中出现了医疗意外 但又不属于医疗责任 导致医疗纠纷怎么办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以近日厦门医学院附属地医医院 联合保险公司进行有机探索 在全市首家推出医疗意外险 较好的解决了医疗意外发生时 病人的经济补偿问题 推进和谐医患关系构成 医疗意外险是指承保患者 在保险期间接受手术治疗中 或手术后发生医疗意外导致的死亡 痰疾和并发症等不良后果 保险公司按照条款的约定 给付保证金的保障性保险 不同于医疗事故 医疗意外是医疗过程中 难以杜绝的客观存在 也是引起医疗纠纷的主要原因 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 他的整疗行为符合规范 没有过错 患者又确实地出现了 人身损害的这种结果 这是属于一种医疗意外 那就不是在这个 医者写的这个 抹障范围之内 那这样的话呢 一旦出现了医疗意外呢 医患双方对这种责任的规则 认知是不同的 所以非常容易导致 医患的这种纠纷 导致医患的矛盾激化 正因为这样呢 我们就推出了另外一款 这也是近期的 我们厦门市首次推出的 叫医疗意外险 这种医疗意外险 就是要为患者就医过程中 发生医疗意外后 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 使患者按照保险约定 获得经济补偿 本次厦门医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联合保险公司 开展的医疗意外险 涵盖母婴安康生育保险 妇科手术安心保障险 心胸外科手术安心保障险等 11个险种 以手术风险较大的 心胸外科手术为例 患者投入1000多元的保费 受保人手术意外深固或者伤残 最高可获得20万元赔付 如果在手术当中 发生了医疗意外 或者是 我们现在说医疗 一个是手术意外 麻醉意外 残疾以及裂名的病发症 是可以赔付在手术当中发生的 国家层面来说 他也是希望能够 把这个医疗意外险 引进到我们的 这个医疗风险的分担方式里边 国务院卫基委的这个文件里面 都明确地规定 这个医疗意外是不属于医疗事故的 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 不承担赔偿责任 那么在这一块 如果我们能够明确地 在术前告知患者 那是不是患者就可以多一个 多一个选择 这个医疗意外险呢 确实是对患者有好处的 因为他对这个病人来说 你得到一份保险 那么得到一份保障 那么如果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呢 那么对病人确实是 他对他的经济上啊 有一些补偿 那么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一这个病人出现问题 是吧 那不是 也不一定说是由我们大夫造成的 也可能他本身的体质啊 或各方面条件造成 那么一旦出血了 一旦意外生故了 那么呢 不至于由于他这个手术造成了 他因病治穷了 就造成这种损失 那么我认为这种医疗意外险呢 增加了对患者多了一道保险 医疗意外险实际上是 社会保险体系的补充和完善 患者在手术前购买医疗意外险 用保险来规避可能的风险 医患双方都不必有巨大的精神压力 医疗意外由保险公司分担 如此一来 手术意外造成的患方经济压力的问题 可以通过医疗意外险来分担 既有效地缓解 由医疗意外引发的医疗争议 又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和环境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就是我们医保也好 我们医保的目的 也是为了保障我们的患者 病有所治 是吧 病有所治 你不会因病制凭 而在治疗的过程中 出现这样或者那样子的这些情况的话 如果我们的社会 或者我们医疗保障的体系 各种保障体系 人家更加的完善 把这一块也担保起来的话 那么其实就是 让医生跟患者 医务人员跟患者间 能够各好的保障 共同地去跟疾病做斗争 首先是患者 他可以放心地住院治疗 我们医务人员 也可以安心地工作整治 保障医患双方的 这种合法的权益 有效地化解这种 医患之间的这种矛盾 对这个构建和谐的 医患关系 是重大意义的 刚刚闭幕的两会上 多位委员提议 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 先行先事 完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 通过保险来分担医疗风险 事实上 我国在2014年起 就不断有相关政策推出 然而对于百姓而言 理解和接受医疗意外的存在 乃至主动购买医疗意外险 规避风险 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 当然这个意外险的开展来讲 它也不是就是一开马上 就能够做得风险水起很火 它也它最重要的一个 是一种文化上 一种人的观念上的一种改变 就是如果说我们观念上 认识到意外意外的这种风险性的话 我们才会去选择去通过 购买方式去规避它 所以这个东西主要还是一个 观念上的一种转变 除了食品安全责任险 医疗意外险之外 实际上我国的保险业务范围 已经涵盖公共区域安全 农村住房安全 食品安全 生产安全 产品质量安全 医疗卫生责任 及从业人员 人身意外伤害安全 农作物生产安全等方方面面 基本覆盖了涉及 公共安全领域的各个方面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保险作为转移风险的有效方式 用来应对可能的灾害风险 提升救助能力的手段并不少见 比如市政府为全市居民投保拒灾保险 自然灾害公众责任险 以及为全市实名注册志愿者投保的 志愿者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 厦门通过现代金融手段 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进一步提升了社会救助能力和水平 完善社会救济系统 除了政府购买的行为之外 保险的种类覆盖面 购买方式也在不断的拓展 通过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 这个食品安全的责任险 还有这个医疗的这个意外险 推广出 我觉得就慢慢的是保险的覆盖的范围加大 并且能够把保险的意识 从原来很多的是能够政府购买 转向更多的商业上的 而且是普世性的商业行为 比如说你一些这个食品安全的企业 比如说你一些这个医疗机构 能够向这个就医的人员去推广 通过购买了这个之后 一旦发生意外 能使自己不至于因为这些意外 家庭生活会受到非常实质性的影响 陈雪认为 类似的保险可以推广到更多领域 尤其是一些可能造成较大人员财产损失 激化社会矛盾的领域 在意外发生之后 保险可以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保险的介入 尤其是它先行赔付 就会直接造成什么 第一个能够使事故发生了之后 第一时间有钱去处理这个事情 能够把它缓解下 第二个就是 一旦责任还没有定性的这个情况之下 不让双方因为责任的区分 或者是因为钱应该由谁来承担 产生直接的冲突 第三个就是 如果一旦它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缓冲 一旦责任认定的时候 双方就已经都心平气和了 可以通过比较理性的方式去接受未来 无论是哪一方的责任所造成的 好的 那么关于今天的话题呢 我们再来关注互动平台上 网友发来的留言 我觉得在医疗意外险推广初期 政府可以加以引导 逐步形成患者购买医疗意外险 能规避医疗风险的意识 并先让住院进行手术的患者进行购买 让人逐步养成投保习惯 再推广到其他患者中 好的 感谢网友的留言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 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 是社会文明水平经济发展程度 也是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 它不仅仅是一个金融产品 更是一种社会治理手段 通过保险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 能够增强全社会抵御风险的能力 维护社会稳定 随着社会发展 相信保险将会参与到更多的社会治理中 为老百姓的生活增添更多的保障 好的 再次感谢在互动平台上 参与评论的观众朋友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广播微信和看厦门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